从古至今 人们对小三的态度从来都是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这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感洁癖 回想起那段知三当三的日子 一生历尽大红大紫 大起大落的邓翠文这么说道 我没有想着去破坏别人的婚姻 我只想着爱 万子良是邓翠文的初恋 两人是因为薛仁贵争东相识的 第一次合作 他们就因戏生情走到了一起 确定恋爱关系后 万子良把比自己小九岁的女友宠上了天 他虽然看起来好放粗犷 但却浪漫细心 会给邓翠文写诗 邓翠文生气了也会耐心哄他 在当时的邓翠文看来 万子良想父亲又想老师 是一个成熟的男朋友 所以他经常劝告邓翠文要多看书 告诉他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但这对 对于独立意识很强的邓翠文来说 却是个雷点 他不想按照万子良的安排来走 哪怕自己摔的遍体鳞伤也不在乎 所以 此为不同意的两人经常吵架 邓翠文也时不时就冲万子良发脾气 甚至有一次争吵后 他还在大庭广众之下 就逼着万子良下跪认错 俗话说 乃儿膝下有黄金 但为了得到女朋友的原谅 万子良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取膝下跪了 最后 可能是这份爱太过卑微或沉重 邓翠文逐渐心生反感 不久之后 他们的感情便已分手高中了 30年后 在金星秀上 邓翠文和万子良的这段恋情被旧式重提 他辟谣了当年让万子良当街下跪的事 称当时是万子良犯错了 但下跪是表演 要表演出来才有诚意 最后 金星问起邓翠文 那为什么分开呢 他对你那么好 他挺宠你的 邓翠文答道 冲又不能过一辈子 在他看来 万子良纵然有万般好 但两人之间还是差了点缘分 而自己的性格又是不能接受万子良这种为你安排 为你着想的男朋友 所以两人之间注定要错过 同时 邓翠文也提到 回顾前半生的感情 他发现其实自己根本不懂什么是爱 因为家庭的支离破碎 他将善意和崇拜 误以为是爱 这其实是不对的 当年和万子良分手后 1990年 邓翠文又交往了一个圈外男友 和TVB的合同到期后 他就跟圈外男友一起出国深藏 到美国学起了设计 当学业临近卫生时 邓翠文和圈外男友却因性格不合分手了 再加上身上没有积蓄支持自己在美国的用度 所以和男友分手后 他便回国重新拍戏 不久后 邓翠文在我和春天 剧组认识了江华 这部剧播出后 饰演女艺后的他 迎来了事业新巅峰 可令人哗然的是 戏中的姚小蝶 对乐师沈家豪的感情 延伸到了戏外 戏外的邓翠文 爱上了已婚的江华 这是元夜世杰 当年邓翠文爱上江华时 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男人会让自己身败名裂 因为江华1992年 就与香港女歌手麦杰文结婚了 可邓翠文抬脱的时候 他的儿子都已经两岁了 但已有家世的江华告诉他 自己的婚姻早已名存失望 他会和麦杰文离婚 并迎娶邓翠文 单纯的邓翠文 听信了对方的花言巧语 还以为自己是他的拯救者 有了江华给了信心后 邓翠文借机在庆功宴上大胆表白 通常的狗仔闻风而动 很快就被拍了 江华连续六天进出邓翠文的住宅 两人还结伴 看电影 这场婚外情也由此曝光 一时间这段恋情闹得满城风雨 婚内出轨被曝光后 江华迅速回到老婆孩子身边认错道歉 更是联合妻子将舆论矛头 全部指向邓翠文 称是邓翠文勾引的自己 没有了江华的支持后 邓子文一时间被顶上风口浪尖上 遭前夫所指 失业也一落千丈 还被公司雪藏了 再看江华呢 他跳槽到了TVB 并在1996年 凭借唐僧一决再度走红 而那时年仅30岁的邓翠文 却前途无光 麻烦是接踵而至 多年以后 在采访中提起和江华的恋情 邓翠文表示只是情绪上很失望 自己付出真情 到头来却是一场天大的玩笑 又如何能轻易释怀 尽管被江华重伤 但邓翠文始终相信 当时两人是真正爱爱 而江华七年之后 也终于松口承认 那个时候我很爱她的啊 可惜错了就是错了 年轻的江华担不起邓翠文的爱 还将无辜的女孩推到风口浪尖 亲手斩断了两人之间的缘分 其实邓翠文从小就十分缺爱 她出生时父母不过二十出头 自己尚且还是孩子 又如何做个合格的父母呢 所以便将邓翠文送到爷爷奶奶家生活 重男情女的爷爷奶奶 对邓翠文十分严格 时常会因各种事情对她严苛斥责 甚至会直接一棍子打在她身上 邓翠文五岁的时候 父母离了婚 并相继有了新的家庭 她曾去找过母亲 没想到许久未见的母亲开口 第一句话就是 你不要再叫我妈妈了 这句话深深重伤了年幼的邓翠文 她成了那个被抛弃的孩子 只剩下爷爷奶奶可以勉强依靠 虽然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但她没得选 当其他小朋友在玩过家家的时候 邓子文已经学会做饭并打理家务了 她不敢跟爷爷奶奶说 自己想看动画片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也只能羡慕地看着同学们聊相同的话题 自己却一句也插不上嘴 在无碍家庭里长大的邓翠文 最大的梦想就是逃离这个压抑的家庭 她曾说 我小时候只有一个志愿 就是远走高飞 而这个小小的愿望 直到她成年才得意实现 18岁时 邓翠文去报名了空姐 但因为年龄不符合要求 只能做一个打扫卫生的地勤 这时正逢TVB开设第二期艺人训练班 没有学费还有钱拿 于是邓子文立刻就去报名了 和郭富城 少美琪 亲美贤成了同学 培训期间 她展现出了过人的表演天赋 并得到了上师 很快就正式签约TVB 而后TVB的当家花旦美玲突然离世 公司就选中了和美玲有几分相似的邓翠文 作为新的接班人培养 也将给吴美玲的角色给了她 让邓翠文有了小吴美玲的绰号 排戏期间 邓翠文的爷爷因病去世了 同时老爸的奶奶整日以泪洗面 身体状况日益下降 虽然小时候 爷爷奶奶对邓翠文并不好 但毕竟多年来同住一个屋檐下 邓翠文也并不是那种绝情之人 所以爷爷过去后 他就将奶奶接到身边照顾 奶奶离去前 曾叫住步履匆匆的邓翠文 希望他能留下来陪自己聊聊天 但当时邓翠文工作繁忙 只是随口聊了几句便急忙赶往片场 哪知这一别便是天人用格 也给邓翠文留下了无法释怀的遗憾 他甚至一度因此悲伤 无法入戏 拖慢了剧组的进度 被大家调侃是邓丽翠九姑娘邓翠文 邓翠文年少成名后非常傲气 若干年后 他曾自曝自己年轻时非主角不演 但就是这么一个骄傲的女演员 与廖启志合作后 却收起那份所谓的傲气 廖启志的经验和专业交汇了 邓翠文配角也能有闪光点 他也懂得了什么是演员 这或许也是日后邓翠文会接下各种配角 并贡献出卓绝演技的原因所在吧 当演员赚了点小钱后 邓翠文就立刻下血本 给自己买了一套养老房 没想到随后就爆发了金融危机 那时因恋情陷入事业低谷的他 背上了每月八万的房贷 为了维持生存和还房贷 他做过配音 主持 唱歌等工作 只要是能赚钱的正经工作 他都会去做 可是这边 钱刚入账 后脚就被银行划走了 生活还是无以为绩 几次之后 邓子文明白这个房子已经把自己套牢了 这般下去 等还完房贷 他的身子也垮了 于是最终邓翠文以极低的价格卖掉房子 凭借着几份工资生存下去 直到金之玉涅的出现 才让他脱离这种现状 金之玉涅的爆红 让邓翠文有了新机遇 五年后 经过小熊的剧本递到了他手中 自此 乱世之中的女小熊 康宝奇和郑九妹 自此诞生 邓翠文凭死 还亮度荣灯事后宝座 成为TVB史上第一位连装事后 以前很在意物质 经历了重大打击后 他看待了许多 他以不到一般的价格 卖掉一天都没住过的房子后 他说 我发现原来有些东西想强拽在手中 不一定安稳 不如调整心态 乐观前行 2004 一部金之玉涅 让38岁的邓翠文翻红 他饰演的如飞 让观众又爱又恨 更成为了TVB史上经典的角色 分红后的接到了许多 都是雷同的角色 全部了他选择了再次挑战自己 此后的几年 他凭借金国小熊系列里的 四奶奶 康宝奇和郑九妹 成为了TVB万千新辉颁奖典礼上 首个连庄最佳女主角 面对如此荣耀 邓翠文云淡风轻 还没做到最好 希望往后可以更好 随着内地和香港交流和发展越来越多 邓翠文也开始在内地寻找机会 即使已经年过50 邓翠文对剧本的高要求依然不变 因为对于他来说 杰西宁却无揽 他也不想自己为了赚钱而赚钱 未来的日子 我希望自己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工作 其他时间就好好生活 细心感受 经历了大起大落后 邓翠文对于事业和生活之间的权衡 显得更加通达